Hello 大家好 我是瓜牛哥 这里是奥特曼传奇音熊 我们已经来到了一个转折点 3-9关 大家看这边试炼通关3-9 然后通关3-9 那我们就可以解锁这个工会系统 我不知道是个什么样子 我们解锁3-9 对手是谁我看一下 这个叫巴尔坦新能 但是他好像又是新的形态 很好看的样子 我们进去看一下他的新形态吧 好 这是我们用电狐贝利亚来战斗 因为电狐贝利亚 牙合 伙伴乱怒 带拿奥特曼是吧 还是一个新的形态的带拿 好像 他跟我一起打 他跟着我这个贝利亚一起打 哇 带拿好像丢了一个刀 刀光 居然有带拿协助 那么这个 巴尔坦新能 他有一点难受了 光是一个贝利亚 他就已经招不住了 再来一个带拿奥特曼 还是个六星的 刚才洛亚也下来帮忙啊 三个奥特曼一起打这些小罗罗 好 进去下一个传送点 一拳一个啊 哇 这带拿是什么光波 打这么远 我好像也有带拿奥特曼啊 不过是个两星的 好像是个两星 还是个一星的啊 没有管他 我们后期要把所有的英雄 慢慢的全部升起到六星 哇 这个带拿怎么到处闪现 他就跟个幽灵一样 闪来闪去 好的 我们现在打boss了 巴尔坦新能 看见这个皮肤就很帅 搞得跟数码宝贝里面一样 怎么打他这么突小不掉血啊 开始是无敌的嘛 呀 这个boss还有一点厉害啊 打这么久 很强 啊 很强 哇 是那样揍你 居然才把他揍死 一般都是秒杀的啊 大家看我之前视频都知道 我看来这个三个奥特曼 还是有一点难度的啊 不要紧 我们还是三星把他拿下 这里应该是巴尔坦新能碎片 啊 进阶 可以进阶一下了啊 巴尔坦新能 好的 进阶 两星巴尔坦新能 这个皮肤就很丑 看见没 他的 他的 这个皮肤 哇 就帅多了啊 就跟数码宝贝里面某一个英雄一样 哦 他这个爪子有没有跟战斗暴龙兽那种爪子差不多 哈 是不是有点像 好的 那么这一期的视频我们就到这里 下一期视频我们再见咯 拜拜